18岁的光绪皇帝突然驾崩 仅仅二十小时后 慈禧太后也撒手稀致 是巧合 是阴谋 还是另有隐情 光绪驾崩背后暗藏惊天玄机 马上播出 紫禁城悬案 光绪驾崩之谜 故事可能会有无数的答案 但是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38岁的光绪皇帝突然驾崩 仅仅二十小时后 慈禧太后也撒手稀致 是巧合 是阴谋 还是另有隐情 从病历上看 光绪帝的病情是一步一步加剧的 直到最后死亡 前清御医 宫廷女官 接连爆出神功内幕 光绪驾崩背后暗藏惊天玄机 慈禧太后不仅知道自己快要死 而且她知道光绪地快要死 一起鬼影重重的盗墓迷案 意外揭开光绪死因的惊天秘密 这龙袍由外到内 到贴落她的魏蜀物 从外到内 她的身材量逐渐墓高 是正常比三千多人 大臣独揽的黄太后 太监答道 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塔郎 但宋后不久 光绪皇帝驾崩了 弘击一时的大内总管 慈禧太后痛恨光绪地 李元英是金之肚 其主子除掉眼中钉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飞黄腾达的朝廷忠臣 光绪在此前一天还是好好的 只是因为用了一切药就坏了 后来才知道 这切药是原始的 谁送来了 究竟谁才是害死光绪的幕后真凶 金颖将为您揭秘 此进城悬案 光绪驾崩之谜 公元一九零八年 中南海营台 公元一九零八年 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傍晚 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 死在了冰冷寂静的中南海营台韩元殿 皇帝驾崩 朝野震惊 正是壮年的皇帝怎么会突然死去 正当满朝文武议论纷纷之际 第二天下午 也就是光绪皇帝死后 仅仅二十个小时 统治大清朝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 也在中南海营卵殿 撒手西区 前后相差不到一天 清王朝两个最高统治者接连死去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光绪皇帝 为什么偏偏在慈禧宴祭前一天 突然死亡 光绪皇帝 本名爱心觉罗在前 他生于1871年 1875年继位 才四岁就大了皇上 年轻有尾巴 他是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 在位期间 曾经大力推行变法革新 就是我们熟悉的百日维新 可惜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 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 无需变法 最后以失败告终 光绪皇帝 也被囚禁在中南海的营台 长达十年之久 慈禧太后 她是光绪的亲姨 人称老佛爷 她把持晚清政坛长达48年 在很多影视剧里面 我们都看到过她大臣独懒 垂帘听众长 可以说慈禧这个人 对权力突现参与 对她的政敌冷酷不强 她是一个十足的提伐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 先后死亡 这让大清国上下一片哗然 为了平息议论 清政府对外宣布 慈禧和光绪都是因为病重死亡 清朝皇帝的病例被称作卖案 我们来看一样东西 公元1908年4月9日 也就是光绪帝死前七个月 寓意曹元昊在迈岸中 怎么样 刚才那是官方发布的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 人们在私下里是怎么议论的 第一 想要掩饰什么 1912年2月12日 在隆隆的枪炮声中 末代皇帝溥仪下诏退位 通知中国二百多年的 清王朝灭亡 20年后 两个乾清宫廷人士 突然跳出来说 他们知道光绪死亡的真相 一个是乾清御医 曲桂亭 他曾在1937年 发表过一篇文章 对光绪皇帝的死因提出质疑 他说 光绪临死的前三天 他最后一次进宫 为皇帝看病 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 却突然恶化 脸颊发暗 舌头黑黄 在床上乱滚 大叫肚子疼 这显然不是他的病应有的症状 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 曲桂亭认为 光绪一定是被人下毒了 思喜太后身边的一个宫廷女官 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光绪皇帝是被人下毒害死的 光绪皇帝真的是被毒死的吗 1938年秋天的一个深夜 北京西南120公里的荒野 一队士兵在夜色的掩护下 悄然潜入了清晰林 没人知道他们的烦号 也没人知道他们死心的目的 在鬼火冲通的坟墓堆里 他们很快打开了一座黄明的墓室 小心翼翼地接近了这座陵墓的主人 第二天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当时的北平城 秦王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皇帝的陵墓被盗 作案的是一支没有番号的军队 不过这支军队对光绪本人并没有什么兴趣 而是瞄准了皇帝墓穴中 甲值连城的陪葬珍宝 就连光绪随身佩戴的装饰 也一件不可放过 全都洗劫一空 洗劫中光绪皇帝的脚 甚至被拖到了关外 1980年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批准 由省市县组成的考古队 对光绪墓进行了发掘 他们的研究 能否揭开光绪慈禧 即连死亡的真相 它是怎么发下去 是把光绪的头发取出来洗净 自然晾干 然后剪成一笔里一段 然后入荡 然后再入堆 然后接受辅照 根据辅照测算 它的微量原则 结果在测的时候 前七八段都没有发生一场 倒计九段 突然就高动 到了第一十段 这高级惊人了 这段头发正好位于光绪皇帝辫子的中间部分 它的身含量就是常人的2400多倍 这些高农中的身 究竟从何而来 这龙豪由外到内 到贴着它的胃腹部 从外到内 它的身含量逐渐增高 到内部 到它的胃区这个地方 它的身含量一块三大 所以它的身含量是正常的3000多倍 据此研究人员推断 所有的身都来自光绪尸体本身 大量的身曾存留于光绪尸体的未腹部 随着尸体的腐败 身逐渐腐蚀了衣服与骨骼 这么大量的身就能说明什么呢 身在古代它的名字叫P 这是一种大多数人都很陌生的微量战素 但是它的一个变身肯定很熟悉 那就是P霜 学名叫三氧化而身 这种东西看上去就是白色的霜状粉 它其实是一种最古老的物料 而这种东西看上去是白色 可是如果是白色的 你工作的那种不一样 非常漂亮 多命连这种东西看上去 就是白色的 小小小小小小小的 这种东西看上去 我像不太子 光绪其实并不是慈禧的亲儿子 而是慈禧的亲外甥亲侄子 不过从四岁进宫开始 光绪就一直叫慈禧亲爸爸 慈禧也把光绪当亲生儿子一样 慈禧还在自己的回忆中这样说过 皇帝幼年住在王府的时候就非常害怕 较大的生下 所以在宫中我就常陪伴 伴他哄他玩 我每天都在方旨上写上文字 叫皇帝认读 为他讲授朗诵四书和诗经 这样一对温情母子 如何闹到势不两立 水火不容的地步 公元1888年 光绪皇帝十八岁了 按照清朝组织 皇帝十三四岁就应该结婚 全面亲礼朝政 但是慈禧以各种理由故意拖延 满朝文物敢怒不敢言 这年年初 慈禧终于发布欲止 公布了光绪大婚的计划 对于光绪帝来说 这不仅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也是他脱离亲爸爸慈禧 强权阴影的大好机会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大婚却是他人生噩梦的开始 公元1888年11月8日 五个身着亮丽的秀女 在工人的引导下来到了紫禁城的体和店 这五名秀女可是经过层层选拔 从众多八级女子中胜出的 光绪皇帝的皇后和两个妃子 将在他们中间产生 这个一等成恩公贵祥的小女儿 便是慈禧太后的亲外生女 这一年她已经21岁了 这样年龄的女子居然尚未出嫁 这在当时非常罕见 不仅如此 她还有点驼背 长得也不好看 终身大事 儿臣不敢善专 恭请圣母皇太后坐主 皇帝 你自己放开眼光去选吧 你心目中的皇后人选 也必定合我的心意 皇帝 叶和那拉市 品貌娴淑端庄 注册封为皇后 就这样 慈禧强行将自己的外甥女 嫁给了光绪皇帝 经过这件事情 光绪意识到 与母子亲情相比 自己的这位亲爸爸 更贪恋至高无上的权力 婚友皇后 是慈禧的亲弟弟 贵祥的女儿 那就是她的女儿 所以 这么一选择这么一个关系 安排这么一个中庆的罗网 就是要把这个光绪 收获在这个里面 就是从云内道的 从各个方面 她都不能挑出 慈禧太后这个手掌心 大婚之后 光绪开始亲密朝政 慈禧表面也退居 颐和园 一样天年 可实际上 她却全是依旧 凡是国家大事 都要按照她的旨意行事 尽管处处受到限制 但年轻的光绪弟 还是抽搐满制 她一心希望 能够摆脱慈禧的祝福 赶出一番大事业 公元1898年 光绪弟开始维新变法 试图加强自己 作为一国之君的权力帝国 变法一开始 光绪就罢免了慈禧的六人亲信 而这恰恰犯了慈禧的大忌 慈禧在还政光绪的时候 有明确的规定 所有的二平以上大臣的禁止 譬如通过 譬如给我知道 你现在不给我知道 就自说自话的 把我手下的六个大臣 二平以上的六个大臣 全部罢免掉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 你眼里还有我吗 就说他们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了 仅仅103天后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灵台 光绪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囚徒生涯 公元1908年11月 北京城里寒风呼啸 滴水成冰 74岁的慈禧 头发花白 骨瘦如柴 一场疾病 让这个操纵万青政坛 长达半个世纪的女人 最终倒下了 随着天气的转载 她的灵气越来越重 时而昏迷 时而清醒 光绪的嗜毒学士兼起居住官 御御鼎 在崇陵传言录中这样记载 慈禧病重多日 有个太监对他说 皇上听说您病了就很高兴 慈禧大梦说 我不能死在他前头 无论这位嗜毒学士的记载 是否准确 人们宁愿相信 慈禧具有杀害光绪的直接动机 说法一 酸奶投毒说 在慈禧太后看来 如果自己死在了这个年轻皇帝的前面 囚禁光绪十年的仇恨 一定会让他难以安详死后的岁月 自己苦心经营半个世纪的朝野政局 也许会被全面颠覆 真的是慈禧害死了光绪吗 他又是怎么给光绪投毒的呢 启公先生在启公口述历史 这本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 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 从乐寿堂出来 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 太监答道 是老佛爷伤给万岁爷的塔拉 但宋后不久 就有龙玉皇后的太监小子张 张兰德 向太医院正堂宣布 光绪皇帝假崩了 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 表明太后不久 塔拉在蛮运里边就是酸奶的意思 启公先生的宗祖父在清朝做到了礼部尚书 所以他有见证这段历史的可能 首先 慈离是死在宗祖父在书里提到的乐寿堂 其次 小的张当时是慈禧的太监 是在慈禧死了以后才成为荣誉皇帝 由此刻间 慈禧在酸奶中投毒 害死了光绪皇帝的说法 经不起推交 不能成立 那么 光绪皇帝究竟 慈禧侍从女官接连保除深宫内幕 光绪之死又添新说法 李莲莹暗害 慈禧太后痛恨光绪殿 李莲莹是心之度 其主子除掉眼中钉 这是顺利长三个人 袁世凯下毒 过代皇帝 在他的自传 《我的前半生》里 有这样的东西 光绪在此前一天 还是好花儿的 只是因为用了一些药 也坏了 后来才知道 这匹药是袁世凯 送来的 究竟谁才是 谋害光绪皇帝的母后黑手 稍后为您揭秘 紫禁城悬案 光绪驾崩之谜 1930年 一部名为《营台气血记》的书 刚一面世 便如一颗重磅炸弹 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 书中说 大太监李莲英 才是害死光绪的真正凶手 说法二 李莲英暗害说 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凑某一个机会 李莲英就悄悄的向太后说 语气是非常的奸华 最近奴婢听许多人说 万岁爷的身子很不好 奴婢愿意去瞧瞧她看 或者可以使她的身体 好起来 她这一串话的深意 当时太后究竟有没有听清楚 实在没有人敢断定了 就在李莲英 得灵公主 慈禧太后的外文翻译 在慈禧身边陪侍多年 深受慈禧信赖 许多宫廷秘密 得灵都是知情人 甚至是亲历者 况且 光绪被慈禧太后囚禁在迎台时 大太监李莲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无度有偶 曾经辅佐光绪帝的康有为 也在海外通点全国 声称光绪帝是被袁世凯下毒害死的 号召国人挺身而出 声张正义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指光绪与死地呢 波代皇帝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面有这样一种话 光绪在此前一天还是好好的 只是因为用了一些药就坏了 后来才知道这些药是袁世凯送的 四起政变 光绪被求 袁世凯却飞黄腾打 光绪皇帝与袁世凯 这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军臣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袁世凯究竟是不是谋害光绪的幕后黑手 稍后为您揭秘 此今成悬案 光绪驾崩之谜 公元1898年 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朝战败而结束 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并赔偿白银两亿两 也不答应 只让年仅28岁的皇帝备受打击 为了保住祖宗留下来的江山 光绪皇帝开始进行改革变法 此时的袁世凯正在天津边炼新军 他不仅捐钱支持变法 还多次派人到北京表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袁世凯的日记 在这个谭世凯夜访他之后 他有个一两个时间六生无主 不知道该怎么办 袁世凯他肯定有一个矛盾斗争 反复电量的过程 但是电量的结果 我想他会发现光绪皇帝是个孤家寡人 他会发现康悠维他们是个孤生 而西太后是实际权力的掌握者 光绪皇帝的继任者 末代皇帝溥仪 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边 有这样一段话 我也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光绪之死的一案子 照他说光绪在死前一天还是好花儿的 只是因为用了一贴药就坏了 后来才知道这贴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 看来袁世凯和光绪的死还真是好难 还有传言说 有人曾经亲眼看见被关在银台的光绪皇帝 有一天在纸上画了一个乌龟 并且在乌龟上写了灵子 向城 然后就用刀在画上乱戳乱刺 这还不解恨 中文字幕厨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